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我们跟各位谈 我们这一第三章 我们跟各位谈到的是印尼 那我们先跟各位回顾一下 前两节所谈到的 假定这是一个受力的工作件 这是受力工作件叫任何一点 然后我们用的是线性直角坐标 但是因为这是变形后的 所以这是所谓的变形后的坐标系统 那在通过这个点 假定现在这边有一个平面 这个平面的法线 刚好平行于我原来的这个C1方向 那作用在这个平面上的印尼 我们就把它叫做Sigma1 那同样的道理 Sigma印尼向量 对不起 是印尼向我们叫Sigma1 同样的道理 Sigma2跟Sigma3 分别代表作用在 法线为C2轴 或是C数力轴的那个平面 上的印尼向量 然后呢我们知道 这个Sigma1可以写成Sigma1阶 E7阶 这个印尼向可能是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印尼分量 Straise Components 那Sigma1 Sigma2 Sigm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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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代表我们的 NormalStraise 正印尼分量的 那其他的Sigma1 Sigma2 Sigma2 Sigma3 等等代表减印尼 而我们也证明了减印尼 基本上在没有 没有Concentrated Moment 没有集中Moment之下 它本身是对称 本身是对称的 然后呢我们有谈到 通过这个的点 假设有一个任意平面 通过这个点 有一个任意平面 这个平面的法线 我们叫N 那它的三个方向的方向余弦 我们把它叫做N sub i 那作用在这个平面上的 印尼向量 Sigma n 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 沿着这三个方向的分量 我们叫做Sigma nj E sub j 而这个Sigma 这个Sigma nj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ni Sigma ij 然后E sub j 这个就是所谓我们依据 Coset's formula 没有了 这个Sigma n1 N2 N熟粒 代表这个印尼向量 沿着这三个方向的分量 记得 这个 不一定是Normal Trace 或Shared Trace 要看它有没有垂直 这个N平面 或是平行 佛罗话只不过是沿着 这三个方向的 这三个方向的分量 然后它真的是可以 它跟我们Sigma ij的关系 就是如这个式子所示 OK 如这个式子所示 然后我们讲 那这个印尼向上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垂直这个平面的 Normal Trace 加上平行这个平面的 切线方向的分量 那我们也推导 告诉各位 Sigma nn可以等于 Sigma ij ni nj 所以你可以算得出来 我们的正印尼 那减印尼呢 Sigma nt的平方 Sigma nt的平方 我们就是依照B4定理 等于原来的这个印尼向量的大小 也就是Sigma n1平方 加上Sigma n2平方 加上Sigma n属力的平方 再减掉Sigma nn的平方 这是依据我们 这个减印尼 就是依照印尼 B4定理过来的 对 一个印尼向量 可以分成这两个分量 那任何一个分量的平方 等于原来的大小平方 减掉这个的平方 然后同时我们跟各位介绍了 所谓的印尼平衡方程式 Partial Sigma i 阶 对C i 的微分 加上B sub 阶 等于零 这个就是我们将来在 这个是我们将来要解 解固体力学问题的一个基础 唯一的问题是 这个 这个Govity equation 这个PD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解 原因是因为它是对变形后的 坐标系统微分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 我没有解以前 我不知道变形后的形状 我不知道变形后的形状 所以我没有办法写出 配合这个方程式的边界条件 所以我们暂时不能解 那我们在这一章的最后一小节 3.6节 我们会跟各位介绍一下 怎么样子来解决这个方程式 那今天呢 我们第三节 这一章的第三节 我们跟各位介绍 所谓的你们看标题 我们说是 主因力跟最大简易力 这个主因力 其实跟主因变是类似的 所谓的主因力 我们就讨论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作用在任何一个平面上 通过这个点 任何一个平面上的正因力 就是这个式子 给我一组不同的N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这个 那我们的问题还是一样 那到底是哪一组N 会使我这个值产生最大值 产生最大值 产生最大值 然后你们看 也就等于说 我要找到这个方程式 Sigma I接 NIN接 里面的哪一组N NIN图N属力 可以使这个值最大 而且 这个还要满足这个条件 因为它们是个单位项量 大小等于1 所以NINI等于1 还要满足这个条件 就是所谓的主应力 我们指的就是 在满足这个条件之下 找到一组N 使得这个函数会产生极值 那很明显 各位回顾一下 我们当初找主应变的时候 怎么找的 我们找的就是 I接 NIN接 所以这个找子 很明显 所以从这两个可以看出来 我们找主应力 是找一组N 使这个最大 找主应变 是找一组N 使这个最大 因此这两个 事实上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找主应力的方式 跟我们第二章 所谈到的主应变的方式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再继续往下来 你们会讲 为什么这边要多一个 最大减应力 因为你们回顾一下 你们在材料力学 或机械设计学的 材料的破坏 破坏理论 材料的破坏理论 有几种 第一个 就是会跟最大主应力有关 如果材料是脆性材料的话 通常会跟最大主应力有关 所以我们要知道最大 怎么找到这一点的最大主应力 才能知道这个材料 会不会破坏 另外呢 你们在材料学有学过 如果要考虑这个材料 受到外力以后会不会达到数据化 有没有超过eating point 一个就是跟最大减应力有关 所以我们要找到最大减应力 还有一个是跟所谓的八面体减应力有关 所以我们要找到八面体减应力 这个跟各位回顾一下 你们不要忘了 以前 我们当初在材料学 比如说 我们说一个物体 如果我只是做单轴的拉伸试验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Sigma万万 那其他的Sigma22 Sigma33 Sigma12 Sigma13 Sigma23 都等于零 我只有这一个 那我们知道 只要Sigma万万大于等于 我的降幅强度xy 我们就说 这一点发生了数性化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万一这些都不等于零呢 这些通通有 也就等于是说 我们考虑是 假定我说 我们现在讲简单一点 这一个小物体 它这边受到的是1.1倍的SY的硬力 这边呢 是0.9的SY 降幅强度的硬力 好 这点数性化没有 你从这个方向看 它好像数性化了 从这个方向看 它没有 而且你们不要忘了 所谓的材料数性化 其实指的就是过度变形 我这边一个力量在拉 可是这边一个力量在拉 也就等于你不要忘了 这边拉的力量会抵消 这边拉的力量 所以这边虽然硬力没有那么大 但它可能可以使得这边的不到 实际收到的效果会小于1 所以我们真正 因此呢 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说碰 如果不是碰到这个只有一个硬力 每一个方向的正硬力 都三个方向的正硬力 都有的时候 我们要判断材料会不会是数性化 就要看它的一个组合结果 所谓的结果就是我们这边要找的 如果材料是硬性材料 我们就是看这个硬力状态之下 所产生的最大阻硬力 有没有超过一个标准 如果是延性材料 Duck Time Material 我们就是用最大简硬力 或我们等一下 我们后面在三至四节 会讲的一个叫做八面体简硬力 是用这两组简硬力 也就从这印记状态看到这两组简硬力 然后判断它们有没有花质 那个有没有超过某一个标准值 某一个零件值 如果超过的话 就代表这个材料 它超过了书性化 你们就是乱有些人 是把它用的也是这一类 不是用这一个 就像我们讲的那个八面体 所以我们在谈到硬变的时候 因为最大简硬变 照样是可以做 只是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没有讨论 但是最大简硬力 在实际工程上是用得到的 所以我们这里也告诉各位 怎么找最大简硬力 那这两个我们跟你们在材料力学所找的 不一样的主要的差异就是 材料力学都是用莫尔源 而我们这边讨论的是三维的 OK好 因为我们要最大主应变的目标函数 跟最大主应利的目标函数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基本上是一样 我们这也就等于是说 类似的我们可以为了要找最大的主应 利用那个Lagrange的方法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方程式 而这个事实上就是一个典型的 AgenV6方程式 所以我们把这个搬到左边来 让行列是等于0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函数 跟主应变一模一样 然后它也会有三个 一Sigma 二Sigma 三Sigma 它的三个系数 如这边所显示的 这我就不多讲了 这三个跟我们主应变的一模一样 而这三个系数呢 我们就叫 硬力不变值 Stress Invaluance 如果这个是硬变 我们就叫硬变不变值 这个是硬力 我们就叫硬力不变值 也就是说 只要是同一点的硬力状态 我不管坐标怎么转 我不管坐标怎么转换 我原来 在某一个坐标系统 我的硬力状态是Sigma IJ 我现在换到一个新的坐标系统 我会变成Sigma IJ普浪 这些值都不一样 但是 这两个硬力张量 所对应出来的这个 特征方程式 也就这三个系数 还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说它是硬力不变值 硬力不变值的原因 再给各位 本身呢 我们再跟各位回顾一下 硬力不变值的原因 然后依据这个特征方程式 我们可以解除三个根 浪达1 浪达2 浪达3 假设 浪达1大于等于浪达2 大于等于浪达3 就是从大到小排列 那这三个值 就是我们的主硬力 一个 一个就是最大硬力 一个就是最小硬力 那中间的这个 就是这两个值之间 它不是最大 也不是最小 也不是平均值 反正我们最有兴趣的 就是浪达1 最大值 如果这一点的浪达1 超过了某一个灵界值 我们就说材料遭到破坏 就材料超过1点 达到了树性化 那我们把任何一个主硬力 带到这个方程式 带到前面这个特征方程式 配合 配合 那就是上一次 叫你们做的洗衣题 配合 Ni Ni 等于1 我们可以解除三个方向 可以解除了 针对浪达1 比如说我们解出来的是1万 我们有那个 一個上標123來代表我所解出來的三個方向 這三個方向就是我們所謂的主應力方向 這三個方向就是我們所謂的主應力方向 principle choice direction 好 我們現在先告訴各位一個很重要的事 一個受力工作間中的任何一點 它的主應力方向跟主應變方向不見得重疊 聽清楚一個受力工作間中的任何一點 它的主應力方向跟主應變方向不見得是平行的 也就等說這一點可能這三個是我的主應力方向 另外這三個可能是我的主應變方向 他們不見得一樣的 只有只有在一個條件之下 主應力方同一個點的主應力方向 才會跟主應變方向重疊 什麼條件 材料是isotropical material 除非材料是等向性材料 只要材料是等向性材料 就整個材料沒有方向性 那它這一點的主應力方向 會跟主應變方向重疊 如果材料不是等向性材料 那同一點的主應力跟主應變方向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不同點的主應力跟主應變方向 不同點的不同兩點的主應力方向也是不會一樣的 只要我的應力狀態不同 我的主應力方向跟直就會不一樣 所以記得我們的主應力也好 浪達123或主應力方向 它們事實上都是function of C1 C2 C3 這一點有這一點的主應力方向 這一點有這一點的應力主軸 我們也叫應力主軸方向 這一點有這一點的應力主軸方向 每一點都有各自的應力主軸跟應變主軸 除非我說材料是等向性材料 否則應力主軸或應變主軸 不會平行 等向性材料它們就會平行 這個我們後面在第四章 還會跟各位再提到 但是還是第五章我忘了到時候再說 但你們這邊自己就先註明一下 但是呢跟應變主軸一樣 這三個應力主軸和互相垂直 也會形成一個應力主軸坐標系統 可以形成一個應力主軸坐標系統 那有些東西我們會在應力主軸坐標系統上來描述 會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好 這邊我們現在給我呈一下 這個主軸方向代表了意義 跟主應變方向代表意義 有一點點不一樣 大家聽好 如果我說這個方向 是這一點的主應變方向 而且就是浪打萬的方向代表了 這個受力工作間中的這一點 沿著這個方向它的單位長度的變化量最大 它的正應變會最大 是沿著這個方向 可是浪打萬的這個方向代表什麼 如果我說這是主應力方向代表 跟這個主應方向垂直的這個平面上 跟這個主應方向垂直的這個平面上 它的正應力 作用在這個平面上的應力向量的正應力 就是在這個方向的long more stress 是最大 也就等於說是 我談到這個主應變方向 指的就是這個方向的長度變化 可是我談到的主應力的話 這是主應力方向 那指的是作用在這個平面上的正應力是最大 通過這一點 因為通過這個點有無數多個平面 每個平面都會有它的正應力 SigmaNN 如果這個是主應力方向 就是指的是這個平面 如果這是主應力方向指的就是這個平面 對應力來講 我們談的都是法線方向 那實際上的坐右面 是跟這個法線垂直的平面 是跟這個法線垂直的平面 所以這個不要跟應變搞錯了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這個軸子主應力對應的簡易力等於0 那這個簡易力是指的什麼 同樣的道理 假定這個軸子是我的主應力方向 那指的是這個平面上 這個平面上的SigmaNT等於0 就是作用在這個平面上的 硬力向量 它的沿著平面平行方向的 硬力都等於0 都等於0 OK 我再強調一下 如果說這個是我的硬力主軸 那就是指的是在跟硬力主軸垂直的這個平面 也就是以硬力主軸為法線的這個平面上 簡易力都等於0 不會有平行於這個平面的力量 也就是SigmaNT等於0 也就是SigmaNT等於0 這是我這句話實際的意思 那當然 引申出來你們就知道 如果SigmaNT等於1 那這個是主應力的話 那就代表SigmaNT等於SigmaNT等於0 同樣的道理 同樣的道理跟硬變一樣 如果SigmaNT等於0 SigmaNT一定是其中的一個主應力 或者我們說 如果SigmaNT等於SigmaNT等於0 那SigmaNT一定是其中的一個主應力 類似這個樣子 OK 對應主應力的簡易力是等於0 但我們指的就是 產生主應力的那個平面上的簡易力會等於0 因此在那個平面上只有SigmaNN 而它的SigmaNN是極值 不是最大就最小值 而它的SigmaNT就是等於0 在下面我們跟各位解釋一下 如果有兩個主應力相等的話 譬如說浪打1等於浪打2 那浪打熟力不相等 那跟主應變的觀念類似 那指的是什麼 我們那時候講過 我們再回到原來講主應變的時候 我那時候說如果這個方向是浪打熟力的方向 就浪打1等於浪打2 這是浪打熟力 這個是第三個主應 就跟人家不等的那個主應變的方向 那跟這主應變方向的垂直平面上 任何一個方向都是主應變方向 而且沿著它那個方向的 YNNN都會等於浪打1或浪打2 那這邊呢是類似的 只有一個差異 因為我們還是講平面 假定現在談的是應變 這是第三個主應變方向 跟人家不一樣的浪打1等於浪打2 假定這是第三個應變 那指的是跟這個應變平行的這個平面上 的每一個方向都是主應變方向 也就等於說跟這個任何一個方向 垂直的那個平面上的正應變 都會等於浪打 也就是等於浪打1或等於浪打2 我再說明一次 如果這個是我的第三個主應變方向 跟這個主應變方向垂直的這個平面上的 任何一條一個方向 這個平面上任何一個方向 都叫主應變方向 而叫主應變方向意思就是說 跟這個任何一個方向垂直的那個平面上的正應變 NNNN都是屬於極值 也就是等於浪打1或者等於浪打1 或者說是浪打2 因為它們兩個直是一樣的 因此我在這個平面上 這已經是我的主 我在平面上任何畫兩個垂直線 都可以變成印尼主軸坐標系統 所以印尼主軸坐標系統有無數多個 那在這種如果有一個點 任何一個點 它解出來的主應變有兩個根式一樣 不管是浪打1等於浪打2 還是浪打2等於浪打屬力 理論上不會有浪打1等於浪打屬力的 因為如果浪打萬多屬力是從大排到小 所以不是1跟2相等就是2跟3相等 不會有一跟3相等的 但那個不管 這種我們把它叫做slingeric slingeric straight state 這個是圓柱 叫做圓柱應力狀態 為什麼叫圓柱 因為你們自己想 它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在這個平面上 每個方向都總放 那就好像一個圓的面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圓柱的長度 就是它的硬力狀態 因為這個平面上 每一個方向的正硬力都一樣 所對應的正硬力 它的平面所對應的正硬力都一樣 所以好像一個圓一樣 然後只有這個不一樣 那就是長 因為圓柱就是這個樣子 它整個半徑尺寸都一樣 只有高不一樣 所以一個圓柱來講 我們只要定義兩個尺寸 一個是截面積的半徑 一個是高 我就知道這個圓柱長什麼樣子 那因此我們講 當我說 因為這邊也是一樣 我只有三個阻音力 我只要知道兩個就好 因為另外一個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也有人把它就叫 就說這一點 因為記得 一個工作件 我這一點 兩個阻音力一樣 不代表另外一點也會兩個阻音力一樣 反正每個點 反正萬一某一個點的阻音力是屬於這種 我們就把它叫做 Sling Drake Trace State 好 這是兩個阻音力一樣的 那如果三個阻音力都一樣呢 那就很明確了 通過這個點 通過這個點的任何方向 都是主軸方向 然後跟這些任何方向垂著那個面上 也就是說通過這些點的任何平面 它的正音力都一樣 減音力都等於0 因此我們這就有幾個名稱 有人把這種情形叫做 Isotropic Stress State 因為就是說是等向性 表示它對於每一個方向的平面 正音力都一樣 或是呢 也有人就叫做 Sphilic Stress 球形音力狀態 因為一個球就是一樣 只有一個半徑 那比較特別的也有人叫做 Hydrostatic Stress 進水壓 為什麼叫進水壓 這個名詞 各位現在要知道一下 Hydrostatic 進水壓 意思是什麼 你們都知道 所謂的水壓 假定這是一個水平面 OK 這是水平面 我這邊任何一點 它這邊的水壓的高度 我們知道是等於洛基H 這個都是固定值 也就是說 這邊的壓力就是跟我的高度 乘比例 那你如果這邊有一個點 那它四周所受到的壓力 是不是都是一樣的 那就是屬於我們講的 這一種狀況 Hydrostatic 所以假定一個工作件 屬於它的尺寸很大 因為尺寸太大 尺寸不大的話 我們就假設 作用在這個 在水裡面 作用在這個物體上的壓力 通通都是一樣 因此在這種時候 假定這邊任何一個方向壓力是P 它的引力狀態就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給你講說 這一點的引力是屬於 Hydrostatic stress 指的就是這樣子 只有三個這引力 記得因為是壓力 水壓一定是壓力 所以這三個都是負的 減引力一定是都等於0 OK 解力都等於0 記得如果是屬於這種情形之下 你坐標軸不管怎麼轉 不管怎麼轉換 永遠它的引力張量是不會變的 它的引力張量是不會變的 所以你們自己要了解 這個要搞清楚啊 兩個主引力相等 或三個主引力值相等的時候 它所代表的物理意義 因為它們是代表了某種很特殊的 引力狀態 很特殊的引力狀態 因為你們現在這樣子想 如果這是我的最大主引力方向 大家聽好 這是我的最大主引力方向 這是它的垂直面 表示作用在這個面上的正引力是最大 也就是說這個方向的力量最大 那因此代表了什麼 這個方向的引力 因此這個方向最大的引力最大 所以代表什麼 我要裂開的話 一定在從這邊這樣子裂開來 會壞就是這樣子壞 因此你找到最大主引力方向 如果這個材料是脆性材料的話 因為我們講過脆性材料的破壞標準 就是看你的最大主引力值 有沒有超過一個臨界值 如果你發現主引力超過臨界值的時候 你知道這就講了 我要知道最大主引力多少 代表我要小的這一點 會不會破壞 而我要知道它的方向 原因在哪裡 就是我知道方向 我就可以判斷出來 這個材料會怎麼裂開 如果我的最大主 如果這是我的最大主引力方向 那這是我的平面 代表中文在這平面上的力量最大 那就代表這個會到時候會這樣子拉開 那可是如果是屬於第二類 代表了什麼 這個是浪打三 萬一真的是浪打1等於浪打2 這個是浪打3 這個是平面 也就代表我這上面的任何一個方向 都有可能 都是都可以說是我的最大主引力方向 那就代表了你可能沒有 它從哪一個方向裂開都合理 都有可能 那當然反過來講 這邊就更明顯了 OK 第二類我要強調 第二類指的是說 只要我通過這個點 假定這個是我的浪打3的方向 只要是跟 它有可能裂開方向 是跟我這個任何一個垂直的方向 只要通過這個點的 任何一個跟這個垂直的方向的平面 通通有可能是我裂開的方向 但不是所有的 而第三類的話 人家告訴你這一點是 as a tropical trace state 也就代表你沒有辦法判斷 預測出來它會從哪個方向裂 那每一個方向都是有可能 所以我們再強調主引力 最大的主引力會告訴我們 脆性材料 我一直強調是脆性材料 如也就是像是鑄鐵啊 粉筆這一類的 它會告訴我們 最大主引力告訴我們 脆性材料會不會被破壞 最大主引力方向告訴我們 它會從哪個方向裂開 就是哪一個是它裂開的平面 好我們剛剛介紹了最大主引力很快 因為這個跟最大主引力沒有什麼差別 下面我們來談 怎麼找到它的最大簡易力 一個三維的sweet state 我們怎麼找到它的最大簡易力 因為我們講過最大簡易力 就是原性材料的一種破壞標準 如果一個引力狀態的最大簡易力 超過了某一個臨界值 我們就說這一點塑星化了 我們就會說這一點塑星化了 那我們現在看 假定這個P sub C 我們下標C 指的就是這支受力的工作件 P sub C P sub C 代表一個受力的工作件中的任何一點 那真正的準 我們有一個坐標系統 C1C2C3 然後以這個P為頂點 三邊我各取一個很小的結句 A B C 所以呢 這個 這個原點O O A B C 會形成一個 就形成一個角錐體 大腳O A B C 形成一個角錐體 然後這個斜面A B C 發現我們就叫做N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 要找到 這個N等於多少 使得作用在這個斜面上 的減韻力最大 的減韻力最大 也就是找Sigma NT 我們的目標就是 要找到一組N1 N2 N屬力 而且 它要滿足N1平方 加N2平方 加N屬力平方 等於1 找到這樣子的一組N 使得作用在這個斜面上 的減韻力Sigma NT為最大 那就是所謂的最大減韻力 跟它的平面 那我們這個找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特殊的選擇 這個C1 C2 C3 不是一般的坐標系統 就是我們的 應力主軸坐標系統 為什麼 如果這是 應力主軸坐標系統的話 我的三個正應力Sigma1 1 Sigma22 Sigma33 就分別等於我的三個主應力Sigma1 Sigma2 Sigma3 而我的減韻力都等於0 那這個好處在哪裡 第一點 推導公司方便 第二點 可以直接找出我的主應力 跟最大減韻力的關係 我們的主應力跟最大減韻力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這邊選的是 應力主軸坐標系統 因此你們要記得 減韻力都等於0了 那正應力Sigma1 1就等於Sigma1 Sigma22就等於Sigma2 Sigma33就等於Sigma3 所以就這個意思 好 那我們現在看 我們的減韻力 我們先找出回顧減韻力公式 Sigma nt平方 我們講的就是等於Sigma n 這個韻力向量的大小 Sigma韻力向量的大小的平方 減掉我的正應力Sigma nn的平方 而Sigma nt大小的平方 就如我們知道 等於Sigma n1的平方 加Sigma n2的平方 加Sigma n2的平方 加Sigma n2的平方 而任何的Sigma n1呢 Sigma n1呢 Sigma n1呢 等於Sigma i1 N1 N1 OK 各位回顧我剛剛在黑板 就是這個式子 Sigma n1 Sigma n1等於Ni NI乘上Sigma的I1 SigmaN2就是等於NI乘上SigmaI2 如這邊 然後SigmaNN我們已經知道 等於SigmaI接NIN接 然後 記得我們如果把 因為這是毅力主軸坐標系統 所以所有的解力都等於0 因此把這些式子的展開 會比我們想像中簡單一點 然後 我看看 我們這邊有沒有 我還是用SigmaE1 好 不管 因為是硬力主軸坐標系統 所以只有SigmaE Sigma22 Sigma33 因此 其他的都等於0 因此 我們把這些展開以後 最後會變成這一下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SigmaNt的平方 SigmaNt的平方 論完以後 就如你們課本上所謂看到的 這個第四式 本身是這第四式 所以 我們現在問題就是 我要找到一組 N1 M1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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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sigma nt 的平方加上 浪打平方的括號 ni-ni-1 我們這邊為什麼會用浪打平方 前面我們在第二章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推到說 我們是加上一個浪打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的方程式就是平方向 sigma nt 平方 而你們都知道這個浪打 事實上會跟這個sigma nt 這一類的會有關的 所以我們前面是平方向 我們這邊就加上一個浪打平方向 然後同樣的道理 我現在就是變成要找到 一組n1 n2 n3 以及浪打 使得我的h是極值 所以我們也知道 要找到極值方式就要使這個h h對n1的微分要等於0 h對n2的微分等於0 h對n3的偏微分等於0 以及h對浪打微分等於0 那得到的結果就如這三次 這個是h對n1的微分 這是h對n2的偏微分 這是h對n3的偏微分 這是h對浪打偏分 那h對浪打偏分我們不要管 因為這個得到的等於0的結果 就是我們的限制方程式 所以我們的重點是 從這三個來找n 那你們注意到第一次 每一項都有n1 第二次每一項都有n2 第三次每一項都有n屬例 而這個我們說它是等於0 那代表n1是不是可以消掉 好你們要記得回顧一下 n1要不要消掉 以前你要先確定 n1是不是等於0 如果n1不等於0 這個獅子的n1都消掉 可以消掉 可以簡化一下 如果n1等於0 這個獅子是自然的0等於0 因為你們不要問 n1有可能等於0 跟各位談到的是硬力 那我們跟各位先回顧一下 我們上個禮拜跟各位介紹的 我們先來考慮 這一個受力的工作件 那這個是一個變形後的 線性直角坐標系統 我們還是先用線性直角坐標來考慮 這是先用直角坐標系統 然後針對呢 這個受力的工作件中的任何一個點 任何一個點 假定 我們現在有一個平面 我等一下 從來那個玉民開始錄了 好吧 沒問題我們重來好了 好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我們跟各位談 我們這第三章 我們跟各位談到的是印尼 我們先跟各位回顧一下 前兩節所談到的 假定這是一個受力的工作件 這是受力工作件 任何一點 然後我們用的這是線性直角坐標 但是因為這是變形後的 所以這是所謂的變形後的坐標系統 那在通過這個點 假定現在這邊有一個平面 這個平面的法線 剛好平行於我原來的這個C1方向 那作用在這個平面上的印尼 我們就把它叫做Sigma1 那同樣的道理 Sigma 印尼向量 對不起 是印尼向我們叫Sigma1 同樣的道理 Sigma2 跟Sigma3 分別代表 作用在法線為C2軸 或是C屬力軸的那個平面上的 印尼向量 然後呢 我們知道這個Sigma i 可以寫成Sigma ij E subj 這個印尼向可以寫成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印尼分量 Trace components 那Sigma1 Sigma2 Sigma33 就是代表我們的 Normal Trace 正印尼 那其他的Sigma12 Sigma23等等 代表簡易力 而我們也證明了 簡易力 基本上 在沒有 沒有concentrated moment 沒有集中moment之下 它本身是對稱 本身是對稱的 然後呢 我們有談到 通過這個的點 假設有一個任意平面 通過這個點有一個任意平面 這個的平面的法線我們叫N 那它的三個方向的方向余弦 我們把它叫做N sub i 那作用在這個平面上的印尼向量 Sigma n 我們也可以把它分成 沿著這三個方向的分量 我們叫做Sigma nj E subj 而這個Sigma 這個Sigma nj呢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ni Sigma ij 然後E subj 這個就是所謂我們依據 Cose's formula OK 這個Sigma n1 N2 N熟粒 代表這個印尼向量 沿著這三個方向的分量 記得 這個 不一定是normal trace 或shared trace 要看它有沒有垂直這個N平面 或是平行 弗洛化只不過是沿著這三個方向的 這三個方向的分量 然後它真的是可以 它跟我們Sigma ij的關係 就是如這個式子所示 OK 如這個式子所示 然後我們講 那這個印尼向量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垂直這個平面的normal trace 加上平行這個平面的切線方向的分量 那我們也推導告訴各位 Sigma nn可以等於Sigma ij 所以你可以算得出來我們的正印尼 那減印尼呢 Sigma nt的平方 我們Sigma nt的平方 我們就是依照必施定理 等於原來的這個印尼向量的大小 也就是Sigma n1平方 加上Sigma n2平方 加上Sigma n熟粒的平方 再減掉Sigma nn的平方 這是依據我們 這個減印尼 就是依照印尼必施定理過來的 對 一個印尼向量 可以分成這兩個分量 那任何一個分量的平方 等於原來的大小平方 減掉這個的平方 然後同時我們跟各位介紹了 所謂的印尼平衡方程式 Partial Sigma ij 對Ci的微分 加上B sub j 等於0 這個就是我們將來在 這個 是我們將來要解 解固體力學問題的一個基礎 唯一的問題是 這個 這個 這個Govane equation 這個PD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解 解 原因是因為它是對變形後的坐標系統 為分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 我沒有解以前 我不知道變形後的形狀 我不知道變形後的形狀 所以我沒有辦法寫出 配合這個方程式的邊界條件 所以我們暫時不能解 那我們在這一章的最後一小節 3.6節 我們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怎麼樣子 來解決這個方程式 那今天呢 我們第三節 這一章的第三節 我們跟各位介紹 所謂的你們看標題 我們說是 主因力跟最大減因力 這個主因力其實跟主因變是類似的 所謂的主因力 我們就討論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 作用在任何一個平面上 通過這個點 任何一個平面上的正因力 就是這個式子 給我一組不同的N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這個 那我們的問題還是一樣 那到底是哪一組N 會使我這個值產生最大值 產生最大值 然後你們看 也就等於說我要找到這個方程式 Sigma i 接 Ni 接裡面的哪一組N Ny 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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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使這個值最大 而且 這個還要滿足這個條件 因為它們是個單位項量 大小等於1 所以Ni 等於1 還要滿足這個條件 就是所謂的主因 主因力我們指的就是 在滿足這個條件之下 找到一組N 使得這個函數會產生極值 那很明顯 各位回顧一下 我們當初找主因變的時候 怎麼找的 我們找的就是 Yi 接 Ni 接 所以 這個很明顯 所以從這兩個可以看出來 我們找主因力 是找一組N 使這個最大 找主因變 是找一組N 使這個最大 因此這兩個事實上 是一模一樣的 因此找主因力的方式 跟我們第二章 所談到的主因變的方式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再繼續往下 以前我們就 你們會想 為什麼這邊要多一個 最大減因力 因為你們回顧一下 你們在材料力學 或機械設計學的 材料的破壞理論 材料的破壞理論有幾種 OK 第一個 就是會跟最大主因力有關 如果材料是脆性材料的話 通常會跟最大主因力有關 所以我們要知道最大 怎麼找到這一點的最大主因力 才能知道這個材料會不會破壞 另外呢 你們在材料學有學過 如果要考慮這個材料 受到外力以後 會不會達到數據化 有沒有超過一定點 一個就是跟最大減因力有關 所以你們要找到最大減因力 還有一個 是跟所謂的八面體減因力有關 所以你們要找到八面體減因力 這個跟各位回顧一下 你們不要忘了 以前 我們當初在材料學 比如說 我們說一個物體 一個 如果我只是做單軸的拉伸試驗 也就是說我們只有Sigma001 那其他的Sigma22 Sigma33 Sigma12 Sigma13 Sigma23 都等於0 我只有這一個 讓我們知道 只要Sigma001 大於等於我的降幅強度SY 我們就說 這一點發生了數性化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萬一這些都不等於0呢 這些通通有 也就等於是說 我們考驗是假定 我說我們現在講的簡單一點 這一個小物體 它這邊受到的是1.1倍的SY的硬力 這邊呢 是0.9的SY降幅強度的硬力 好 這點數性化沒有 你從這個方向看 它好像數性化了 從這個方向看 它沒有 而且你們不要忘了 所謂的材料數性化 其實指的就是過度變形 我這邊一個力量在拉 可是這邊一個力量在拉 你不要忘了 這邊拉的力量會抵消這邊拉的力量 所以這邊雖然硬力沒有那麼大 但它可能可以使得這邊的不到 實際收到的效果會小於1 因此我們一般來講 如果不是碰到只有一個硬力 每一個方向的正硬力 三個方向的正硬力都有的時候 我們要判斷才會不會是數性化 就要看它的一個組合結果 所謂的結果就是我們這邊要找的 如果材料是脆性材料 我們就是看這個硬力狀態之下 所產生的最大組硬力 有沒有超過一個標準 如果是原性材料 Duct-time material 我們就是用最大碱硬力 或我們等一下後面會 我們後面在三至四節 會講的一個叫做八面體碱硬力 是用這兩組碱硬力 也就從這硬力狀看到這兩組碱硬力 然後判斷它們有沒有花質 那個有沒有超過某一個標準值 某一個零件值 如果超過的話 就代表這個材料 達超過的數性化 你們就是浪有些人 是把它用的也是這一類 不是用這一個 就是我們講的一個八面體 所以我們在談到硬變的時候 因為最大碱硬變 照樣是可以做 只是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沒有討論 但是最大碱硬力 在實際工程上是用得到的 所以我們這邊也告訴各位 怎麼找最大碱硬力 那這兩個我們跟你們 在材料力學所找的 不一樣的主要的差異就是 材料力學都是用木耳元 而我們這邊討論的是三維的 OK好 因為我們要最大主應變的目標函數 跟最大主應率的目標函數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結論基本上是一樣 我們這也就等於是說 類似的我們可以 為了要找最大的主應率 利用那個lagrange的方法 我們可以得到這個方程式 而這個事實上 就是一個典型的 eigenvalue方程式 所以我們把這個搬到左邊來 那行列是等於0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函數 跟主應變的一模一樣 然後它也會有三個 1sigma 2sigma 3sigma 它的三個係數 如這邊所顯示的 這我就不多講了 這三個跟我們主應變的一模一樣 而這三個係數呢 我們就叫 硬力不變值 stress invariance 如果這個是硬變 我們就叫硬變不變值 這個是硬力 我們就叫硬力不變值 也就是說 只要是同一點的硬力狀態 我不管坐標怎麼轉 我不管坐標怎麼轉換 我原來在某一個坐標系統 我的硬力狀態是sigma ij 我現在換到一個新的坐標系統 我會變成sigma ij plug 這些值都不一樣 但是這兩個硬力張量 所對應出來的這個特徵方程式 也就這三個係數還是一樣的 這就是我們說它是硬力不變值 硬力不變值的原因 再給各位 本身呢我們再給各位回顧一下 硬力不變值的原因 然後依據這個特徵方程式 我們可以解除三個根 讓打1讓打2讓打數例 假設讓打1大於等於讓打2 大於等於讓打數 就是從大到小排列 那這三個值就是我們的主硬力 一個一個就是最大硬力 一個就是最小硬力 那中間的這個就是這兩個值之間 它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也不是平均值 反正我們最有興趣的就是讓打1 最大值 如果這一點的讓打1 超過了某一個臨界值 我們就說材料遭到破壞 就材料超過1點 達到了數性化 OK 那我們把任何一個主硬力 帶到這個方程式 帶到前面這個特徵方程式 配合 配合 那就是上一次叫你們做的洗衣題 配合 NI NI等於1 我們可以解除三個方向 可以解除了 針對讓打1 譬如說我們解除來的是1萬 譬如說我們解除來的是1萬 我們用那個上標1 2 3 來代表我所解出來的三個方向 這三個方向就是我們所謂的主硬力方向 OK 這三個方向就是我們所謂的主硬力方向 主硬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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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見得是平行的 也就等說這一點可能這三個是我的主硬力方向 另外這三個呢可能是我的主硬變方向 它們不見得一樣的 只有 只有在一個條件之下 主硬力方 同一個點的主硬力方向 才會跟主硬變方向重疊 什麼條件 材料是isotropical material 除非材料是等向性材料 只要材料是等向性材料 就整個材料沒有方向性 那它這一點的主硬力方向 會跟主硬變方向重疊 如果材料不是等向性材料 那同一點的主硬力跟主硬變方向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不同點的主硬力跟主硬變方向 不同點的不同兩點的主硬力方向 也是不會一樣的 只要我的硬力狀態不同 我的主硬力就不 方向跟直就會不一樣 所以同一個 所以記得我們的主硬力也好 拉達1-3或主硬力方向 它們事實上都是function of C1 C2 C3 這一點有這一點的主硬力方向 這一點有這一點的硬力主軸 我們也叫硬力主軸方向 這一點有這一點的硬力主軸方向 每一點都有各自的硬力主軸跟硬變主軸 除非我說材料是等向性材料 否則 硬力主軸或硬變主軸 與硬變主軸不會平行 等向性材料它們就會平行 這個我們後面在第四章 還會跟各位再提到 但是 還是第五章我忘了到時候再說 但你們這邊自己就先註明一下 但是呢跟硬變主軸一樣 這三個硬力主軸和互相垂直 也會形成一個硬力主軸坐標系統 可以形成一個硬力主軸坐標系統 有些東西我們會在硬力主軸坐標系統上來描述 會比較簡單一點 這邊我們先給各位呈一下 這個主硬力方向代表的意義 跟主硬變方向代表意 有一點點不一樣 大家聽好 如果我說這個方向 是這一點的主硬變方向 而且就是浪打腕的方向 代表了這個受力工作間中的這一點 沿著這個方向 它的單位長度的變化量最大 它的正硬變會最大 是沿著這個方向 可是浪打腕的這個方向代表什麼 如果我說這是主硬力方向 代表跟這個主硬力方向 垂直的這個平面上 跟這個主硬力方向垂直的這個平面上 跟這個主硬力方向垂直的這個平面上 它的硬力 它的那個正硬力 作用在這個平面上的硬力向量 的正硬力 就是在這個方向的 是最大 也就等於說是 我談到這個主硬變方向 指的就是這個方向的長度變化 可是我談到的主硬力的話 這是主硬力方向 那指的是作用在這個平面上 的正硬力是最大 通過這一點 因為通過這個點 有無數多個平面 每個平面都會有它的正硬力 Sigma-NN 如果這個是主硬力方向 就是指的是這個平面 如果這是主硬力方向 指的就是這個平面 對硬力來講 我們談的都是法線方向 那實際上的作用面 是跟這個法線垂直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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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不要跟硬面搞錯了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這個軸直主硬力 對應的減硬力等於0 那這個減硬力是指的什麼 同樣的道理 假定這個軸是我的主硬力方向 那指的是這個平面上 這個平面上的Sigma-NT等於0 就是作用在這個平面上的硬力向量 它的沿著平面平行方向的硬力 都等於0 都等於0 OK 我再強調一下 如果說這個是我的硬力主軸 那就是指的是在 跟硬力主軸垂直的這個平面 也就是以硬力主軸為法線的這個平面上 減硬力都等於0 不會有平行於這個平面的力量 也就是Sigma-NT等於0 這是我這句話實際的意思 那當然隐身出來你們就知道 如果Sigma-NT就等於我的浪打萬 那這個是主硬力的話 那就代表Sigma-12等於Sigma-13等於0 同樣的道理跟硬變一樣 如果Sigma-12Sigma-13等於0 Sigma-NT一定是其中的一個主硬力 或者我們說 如果Sigma-23等於Sigma-31等於0 那Sigma-33一定是其中的一個主硬力 類似這個樣子 OK 對應主硬力的減硬力是等於0 但我們指的就是 產生主硬力的那個平面上的減硬力會等於0 因此在那個平面上只有Sigma-NN 而它的Sigma-NN是極值 不是最大就是最小值 而它的Sigma-NT就是等於0 好 在下面呢我們跟各位解釋一下 如果有兩個主硬力相等的話 比如說浪打1等於浪打2 那浪打屬力不相等 那跟主硬變的觀念類似 那指的是什麼 我們那時候講過 我們再回到原來講主硬變的時候 我那時候說如果這個方向是浪打屬力的方向 就浪打1等於浪打2 這是浪打屬力 這個是第三個主硬 就跟人家不等的那個主硬變的方向 那跟這主硬變方向的垂直平面上 任何一個方向都是主硬變方向 而且沿著它那個方向的 XNN都會等於浪打1或浪打2 那這邊呢是類似的 只有一個差異 因為我們還是講平面 假定現在談的是硬力 這是第三個主硬力方向 跟人家不一樣的 浪打1等於浪打2 假定這是第三個硬力 那指的是跟這個硬力平行的這個平面上 的每一個方向都是主硬力方向 也就等於說跟這個任何一個方向 垂直的那個平面上的正硬力 都會等於浪打 也就是等於浪打1或等於浪打2 我再說明一次 如果這個是我的第三個主硬力方向 跟這個主硬力方向 垂直的這個平面上的任何一條一個方向 這個平面上任何一個方向 都叫主硬力方向 而叫主硬力方向意思就是說 跟這個任何一個方向垂直的那個平面上 正硬力 正硬力 都是屬於極值 也就是等於浪打1 等於浪打1 或者說是浪打2 因為它們兩個值是一樣的 因此我在這個平面上 這已經是我的主硬力 在平面上任何畫兩個垂直線 都可以變成應力主軸 坐標系統 所以應力主軸 坐標系統有無數多個 在這種 如果有一個點 任何一個點 它解出來的主硬力 有兩個根式一樣 不管是浪打1等於浪打2 還是浪打2等於浪打3 理論上不會有浪打1等於浪打3 因為如果我們浪打1 都是從大排到小 所以不是一跟二相等 就是二跟三相等 不會有一跟三相等的 但那個不管 這種我們把它叫做 slingeric slingeric straight state 這個是圓柱 叫做圓柱硬力狀態 為什麼叫圓柱 因為你們自己想 它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在這個平面上 每個方向都怎麼放 那就好像一個圓的面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圓柱的長度 就是它的硬力狀態 因為這個平面上 每一個方向的正硬力都一樣 所對應的正硬力 它的平面所對應的正硬力都一樣 所以好像一個圓一樣 然後只有這個不一樣 那就是長 因為圓柱就是這個樣子 它整個半徑尺寸都一樣 只有高不一樣 所以一個圓柱來講 我們只要定義兩個尺寸 一個是截面積的半徑 一個是高 我就知道這個圓柱長什麼樣子 那因此我們講 當我說 因為這邊也是一樣 我只有三個主因力 我只要知道兩個就好 因為另外一個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也有人把它就叫 就說這一點 因為記得一個工作件 我這一點兩個主因力一樣 不代表另外一點也會兩個主因力一樣 反正每個點 反正萬一某一個點的主因力 是屬於這種 我們就把它叫做 Sling Drake Straight State 好 這是兩個因力一樣的 那如果三個主因力都一樣呢 那就很明確了 通過這個點的任何方向 都是主軸方向 然後跟這些任何方向 垂著那個面上 也就是說通過這些點的任何平面 它的正因力都一樣 減因力都等於0 因此我們這就有幾個名稱 有人把這種情形叫做 Isotropic Stress State 因為就是說是等向性 表示它對於每一個方向的平面 正因力都一樣 或是呢 也有人就叫做 Sphilic Stress 球形因力狀態 因為一個球就是一樣 只有一個半徑 那比較特別的 也有人叫做 Hydrostatic Stress 進水壓 為什麼叫進水壓 這個名詞 各位現在要知道一下 Hydrostatic 進水壓 意思是什麼 你們都知道 所謂的水壓 假定這是一個水平面 OK 這是水平面 我這邊任何一點 它這邊的水壓的高度 我們知道是等於 洛基H 這個都是固定值 也就是說 這邊的壓力 就是跟我的高度 乘比例 那你如果這邊有一個點 那它四周 所受到的壓力 是不是都是一樣的 那就是屬於 我們講的這一種狀況 Hydrostatic 所以假定一個工作件 除了它的尺寸很大 因為尺寸太大 尺寸不大的話 我們就假設 作用在這個 在水裡面 作用在這物體上的壓力 通通都是一樣 因此在這種時候 假定這邊任何一個方向壓力是P 它的引力狀態就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給你講說 這一點的引力是屬於 Hydrostatic stress 指的就是這樣子 只有三個這引力 記得因為是壓力 水壓一定是壓力 所以這三個都是負的 減引力一定是都等於0 OK 解力都等於0 記得如果是屬於這種情形之下 你坐標軸不管怎麼轉 不管怎麼轉換 永遠它的引力張量是不會變的 它的引力張量是不會變的 不管你坐標怎麼轉換 它的引力張量不會變的 所以你們自己要了解 這個要搞清楚 兩個主引力相等 或三個主引力值相等的時候 它所代表的物理意義 因為它們是代表了某種很特殊的引力狀態 很特殊的引力狀態 因為你們現在這樣子想 如果這是我的最大主引力方向 大家聽好 這是我的最大主引力方向 這是它的垂直面 表示作用在這個面上的正引力是最大 也就是說這個方向的力量最大 那因此代表了什麼 這個方向最大的引力最大 所以代表什麼 我要裂開的話 一定是一定在從這邊這樣子裂開來 會壞就是這樣子壞 因此你找到最大主引力方向 如果這個材料是脆性材料的話 因為我們講過脆性材料的破壞標準 就是看你的最大主引力值 有沒有超過一個臨界值 如果你發現主引力超過臨界值的時候 你知道這就講了 我要知道最大主引力多少 我代表我要曉得這一點會不會破壞 而我要知道它的方向 原因在哪裡 就是我知道方向 我就可以判斷出來 這個材料會怎麼裂開 如果我的最大主 如果這是我的最大主引力方向 那這是我的平面 代表主引在這個平面上的力量最大 那就代表這個會到時候會這樣子拉開 那可是如果是屬於第二類 代表了什麼 這個是浪打三 萬一真的是浪打1等於浪打2 這個是浪打3 這個是但不是所有的 而第三類的話 人家告訴你這一點是 人家告訴你這一點是 as a tropical trace state 也就代表你沒有辦法判斷 預測出來它會從哪個方向列 那每一個方向都是有可能 所以我們在強調主引力 最大的主引力 會告訴我們脆性材料 我一直強調是脆性材料 如也就是像是鑄鐵啊 粉筆這一類的 它會告訴我們 最大主引力告訴我們脆性材料 會不會被破壞 C1軸的夾角是90度 因為是0 然後跟CT11軸夾角就是45度 就是45度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最大減因力 我要強調 最大減因力是用來判斷 一個鹽性材料 某種鹽性材料 它的那個 是否達到降伏條件的標準 這個就是你們殘料力學過兩種 一個叫Tresca 一個叫Formesis 只是老師從來記不住哪一個是哪一個 反正這個就是其中的一個 一個叫Tresca 一個是Formesis 這邊有講 它的夾角指的就是45度